大家好,我是阿和 欢迎大家来学习60天引爆你的学习力 这个系列课 今天呢是整个系列课的第一课 我们来学习学习力的一些基础知识 同时呢是学这个东西呢 是为了为后面所有的课程去做好准备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想主要从下面四大方面来给大家去介绍 分别是什么是学习力 我们既然说是提升你的学习力 总要知道大概这个学习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呢就是了解一下 提升学习力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 它到底有啥用啊 为啥我要来学习这个东西 去提升自己的学习力呢 然后呢同时我会介绍三个 基本上所有人都犯过最常见 同时对我们也是影响最深远的 典型的学习错误 正是这些错误的学习方式导致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学习力都处于被压制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最后呢给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提有效的提升自己的学习力 也就是说整个课程的框架 以及说整个提升学习力方法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是怎么样的 那么主要就是这四个方面的东西 OK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第一部分 什么是学习力 说到学习力这个东西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晦涩的概念 无非如果通俗一点去理解这个事的话 就是学习的能力 对吧 那么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读过小学初中 至少大部分人吧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 然后读高中上大学 我们可能都有很长时间的 这样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每一个人回想一下 过去在学习的过程中 自己或者看自己的同学 是否遇到过下面的这三个典型的问题呢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一看得懂不会做 二总比别人学的慢 三总比别人学的差 怎么理解呢 我分别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 看得懂不会做 比如说我们以前上课 听老师讲 比如说讲数学课吧 然后老师讲课的时候 好像什么公式啊 什么定理啊 然后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证明 一步一步的去使用这些定理 好像都非常简单 我们都非常确认 每一个步骤自己都是能听懂的 但是一到考试 真的就像老师那样 要用这些定理去解开不同的数学题的时候 我们好像发现就自己就是不会啊 就是搞不定 这叫看得懂 不会做 又比如说工作以后 我们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 或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吧 会去学习很多东西 自己会去看很多教程文章啊 书籍什么的 也是类似的情况 就是自己看这些书 你都能看懂 但一遇到问题 自己真正要去解决它的时候 好像完全不是那回事 又懵逼了 又不会做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叫看得懂 不会做 那么第二个叫总比别人学得慢 它指的是说 花同样的时间 但是呢 好像是我们在学习内容的数量上 学习的纸料 就是学习的这种内容的多少上 好像就比别人要差一些 甚至连效果都比别人差 比如说 说到看书吧 看书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嘛 那么同样的一本书 你会发现 有些人呢 他一天可能就把这本书给看完了 你呢 可能也很认真 每天都看 但是足足花了一个星期 才把这本书给看完 然后你自己心里可能还蛮有优越感的 这个人一天就把这个书看完了 能看进去吗 不就是胡人吞枣吗 肯定是他只是为了片面的追求这个速度 没有去讲究这个质量 我呢 叫精读 人家叫速读 所以呢 我对这本书的理解程度 记忆程度 以及学效果 肯定会比那个一天就看完了的人好 但是如果 假如说我们就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比如说去量化 把这本书拆出若干一个知识点 你和他比一比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人算一天就看完 你花了一个星期 他的理解程度 记忆程度 以及对这本书的学习效果反而比你好 然后让你就彻底崩溃了 非常气人 这样的结果 对吧 时间是你的几分之一 学的还比你好 又比如说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以前我们读书 很多学校他都要晚自习 一般就是晚自习一到两个小时 对吧 然后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学生呢 这两个小时 他能只能勉强的把当天老师布置的各种作业做完 然后再看一会书 over 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呢 他可能早早的做完了作业之后 还能学习很多很多的知识 所以呢 总是比别人学的慢 这个东西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遇到过 那第三呢 叫总比别人学的差 就是对同样的知识 就是这个知识点 每个人学的这种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同样的一个知识点 你也学会了 另一个人也学会了 同样是学会了这个知识点 你都会发现 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 比如说 你的学会可能就真的只学会了这一个知识点 那么以后呢 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解决它 因为你确实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你学会了它 但是如果遇到的不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而是类似的问题 但是某些参数 某些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可能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但是呢 有一些人 他就特别能举一反三 他学会了这个知识点之后 他可能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能从原有知识点 去变通 去引申出很多新的道理 然后把这种新的问题给解决了 那么同样是学会了这个知识点 你能说这两个人的学习效果是一样的吗 是不一样的 这叫总比别人学的差 那么我就列举了这三个 很多人都遇到过的 在学习过程中啊 可能会会有的一个感受 我就想问一下 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会呢 那么从这三个例子中 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出 同样是学习这件事 不同人的学习能力 学习速度啊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甚至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么这种学习的能力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学习力 那么这个什么是学习力 刚刚就说了 就是通俗理解 就是学习的能力 简单的理解它的话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叫学习知识 特别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这种能力呢 可能包括你的学习速度 你的学习效果 第二呢 叫管理现有知识的能力 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 你能不能迅速的 从你学过的那么多知识中 去调出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那部分的知识 甚至是你遇到新的问题之后 你能不能根据你已经掌握的 老的知识 通过灵活的使用 老的知识排列组合 去把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给解决了 第三个呢 叫长久坚持学习的能力 也就是自律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概 学习率是包括这三个东西 当然 随着后面 我们课程的不断深入 大家对学习率的理解 我相信也会不断的去加深和完善 那么这个是 这第一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分 什么是学习率 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个比较具体感性的一个认识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迅速的过一遍 来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这本课程 那提升学习率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它到底重要在哪 首先呢 学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种重要性已经不用我再去强调了 我再强调的话 其实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简单过一遍 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 可能当时老师也跟我们说 大学毕业之后就不用那么苦逼了 你去工作就好像不用说天天上课学习了 但是等你毕业之后你才会发现 其实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 那么提升自己的学习率 这个事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其他我不想多说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特别实在的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一个叫性价比高 第二个叫效果出众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性价比高 啥叫性价比高啊 就是说你会发现学习率这个东西 它像是一个万金油式的搭配技能 单独学习率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作用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它只有在什么 你学习东西的时候 学习率才会发生作用 才能起到效果 所以呢 你学习任何东西 比如说你去学习减肥 你去学习制作PPT 你去学习写作 只要你开始学习 你的学习力就开始发生作用 所以这个性价比高提现在什么地方呢 你如果提升了自己的学习力 那么你学任何东西 可能你都能速度比原来更快 学习的效果比原来更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难道性价比不高吗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假如说你时间有限 那么任何其他东西你都可以先放一放 唯独提升自己的学习力 这件事是不是应该越早做越好 越早做你得到的这种效益回报比就越大 你越早提升你的学习力 意味着你以后所有方面的学习进度都会加快 学习质量都会提升 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叫效果出众 就是前面我说了那么多例子 我相信大家也有感受 就是学习力提升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学习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好像很少人重视过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我们周围其实勤奋的人蛮多的 就是他可能每天学这个学那个 但是你再回想一下 你身边有几个人专门花时间去学习了 如何学习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特别特别少啊 而他又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真的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认真的去琢磨如何学习这件事的话 这些人往往后面可能有很大的概率 他们会变得非常厉害 效果出众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你会发现市面上也非常少书籍和课程 是专门教大家如何去提升自己学习力的 也就是说国内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说实话也是做得非常赖 好像觉得大家都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有好也有不好 不好就是说很多人就忽略了他 好的地方在什么 对在座的各位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机会 为啥 因为你们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学习力提升的课程 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意识到了提升学习力的重要性 同时呢 你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课在学习嘛 而与此同时 大部分人连这样的觉悟都还没有 所以呢 只要你坚持下去 以后呢 学完它有效果之后 你可能就在你的同伴 一大堆同伴中 你去脱颖而出了 那么之所以去说 这两点也就是提升学习力的重要性啊 也是希望说 大家既然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课 它总共十节课 希望以后大家充分重视这个课程 在接下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能够跟阿和在一起 认认真真把每一节课都学完 去做好笔记 最后成为真正的高校学习者 那么这个是第二部分 我想给大家强调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第三部分 叫常见的 错误的学习方法 其实啊 关于学习力 大多数人都有个误区 就是你学习能力的强弱 很多人都会觉得 它是天生的 那么既然是天生的 应该就没办法 可以说通过后天的训练 去进行提升 当然 现在我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 这种看法 其实完全是错的 且不说别的吧 我注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大多数人啊 在学习方法 学习方式上 都是存在问题的 或者说直接直白一点 说都是错误的 那么很简单 如果你能认识到这种错误 然后把它们纠正过来 你的学习力都能够得到 非常有效的提升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会给大家列举三个最最常见 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犯过的 在学习上的一种错误 那么这三种典型错误 我把它分别称之为叫 顺序式学习 按例式学习 以及冲刺式学习 那么什么叫顺序式学习 什么叫按例式学习 什么叫冲刺式学习 那么为什么说这三种学习方式 学习方法都是错的呢 下面一一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顺序式学习 什么叫顺序式学习呢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每到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 学校都会发一大落新的教材 然后接下来的整个学期 比如说给你发了一本新的数学教材 老师就会按着这本教材 从第一页开始 一页两页三页 从头开始往后 按部就班的去教你 然后你自己学习这本数学习 也是从头开始到尾 整个学期这样子 按部就班 按顺序的去学习这本书的内容 那么这个就叫顺序式学习 又比如说不要说高中吧 我们工作之后 我们去买来一本教程书 然后我去学习 我估计大部分人也是从头到尾 就按照这个顺序去进行学习 所以顺序式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普遍到大家已经 好像觉得天生学习不就应该如此吗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法 然后 我跟大家说 他居然可能是错误的 然后你也可能会问 难道学习不就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一本教材不是按顺序去学习 那为什么教材的编写者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编写呢 那他岂不是你是在指责这些这么厉害的人编写教材编写错了吗 那么我只想给大家说顺序式学习 它确实是一种学习方法 但它不一定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因为它有几个弊端 最重要的弊端两个 一个叫缺乏整体概念 第二个叫容易中途放弃 什么意思啊 顺序式学习 顾名思义 你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往后翻 而且整个学习周期很长 既然你是从头到尾往后翻 说明什么 在整个学习周期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你学习的都是这一本教材的局部内容 你对这本教材整体讲什么 在很长 除非你整本都已经学完了 否则你是缺乏这种整体概念的 所以呢 大部分学习过程中 你是处于一种什么 盲人摸下 摸到尾巴了 你就学尾巴 但是你不知道大象长了吗 摸到腿了 你就知道腿是什么 但你还是不知道大象是什么 盲人摸下 我们都知道 我只能了解局部 没有整体 而且甚至可能对局部的认识也是错误的 所以呢 这种学习就很容易 怎么 学习效率低 然后呢 学的不够客观 不够准确 那么如果反过来 我先建立基本的 不一定准确 我先建立基本的模糊的整体概念 然后我再去学习局部的内容 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更透彻的去理解这个局部的 而这个是顺序式学习方法 带不了给我们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叫容易中途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整本东西到底有 有哪些东西 前面是简单的还是难的 后面是简单的还是难的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总是不知道 你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你得不到有效的反馈 你就会觉得 你在走一条永远看不到终点的路 没有人鼓励你 你自己也没法鼓励你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你很容易就觉得特别沮丧 然后你就放弃了学习 有多少人 自己反思一下 你当初都是雄心勃勃去买一本书 然后说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看完 要把它学完 然后可能你翻到不到一半 翻到十页二十页 或者最多一百页两百页 可能在那折一个脚 然后两年之后你回去 发现就这样了 你就学到那了 后面你再也没有学下去 各位门心自问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这也是顺序式学习 给你带来的弊端 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没有整体概念 会让我们觉得学起来特别累呢 打一个比方吧 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假如说你第一次去 你总会觉得路途特别遥远 时间特别漫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只要你去过一次 你在回来的路途中 你会发现好像时间 回的总是会比 去的时候时间过得快一些 好像更快的就回到了 因为你已经走过了 你有了整体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的经验呢 如果有的话 你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顺序式学习 更容易让人觉得很沮丧了 更容易让人放弃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是顺序式学习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案例式学习 啥叫案例式学习呢 同样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有一天你的工作 你是需要用到PPT的 你很想你的PPT 用PPT去做一个倒计时 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会 那么你不会之后呢 你就带着这个问题 你可能去百度上搜索 说哎 那个用PPT怎么做出 这种倒计时的动画效果呢 然后你正好搜索到一篇 讲解这个案例的教程 你把这个教程打开 认真的学习完它 然后去实践 然后你果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你学习到了这一招 感觉自己收获满满 那么这个就叫案例式的学习 又比如再例一个例子 你很喜欢ecell 然后你想用ecell来计算 一年中自己的工作日的天数 但你不知道用什么函数 类似的 你网上去搜索 找到类似的教程 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具体针对某一个情景 你遇到问题没法解决 你去找教程 这个教程是针对这个案例进行讲解的 你学完了它 你就解决了这个案例的问题 这整个学习过程 就叫案例式学习 可以这么说 出来工作之后啊 很多人的学习方式 都是案例式学习 当然案例式学习挺有优点的 我列举了三个案例式学习的优点 比如说第一个目的性强 我们总是带着问题去学习 那么有了明确的目的性 你总会发现学习起来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学出效果 第二建效很快 你只要找到了案例 找到了教程 你学完它 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上看到效果 这叫建效很快 第三成就感强 你学完了之后 马上就解决了 你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特别有成就感 这个都是案例式学习的优点 但是 但是 即便如此 案例式学习 仍然不是一个 完全正确的学习方法 它有特别特别大的弊端 我也给大家列举了三个 案例式学习的缺点 第一不成体系 第二容易遗忘 第三范围狭想 啥意思呢 第一不成体系是指说 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去学到的知识 它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 我们学的都是一个又一个零散的知识点 导致我们只会解决一个又一个零散的小问题 但是没办法在这个领域成为专家 那么很简单的一句话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案例是有限的 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是无限的 那么你怎么可能通过有限的案例学习 去解决无限可能性的新问题呢 这本根本上就是矛盾的 对吧 这个是第一个弊端 第二个弊端容易遗忘 因为案例式学习 知识点和知识点之间没有关联起来 它就形成不了体系 就没有办法固化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主要其实还是靠一种 类似死记硬背的方法去把这个知识给用起来 所以你不是真正透彻的理解它 它没有成为形成你的一种本能 所以你通过案例式学到的方法技巧 其实是很容易遗忘的 大家想一想 会不会在多年的学习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去搜索找到了解答 然后你觉得你学会了 但是可能因为两个月之后 你又遇到同样的问题之后 你发现你还是不会 尽管你以前已经学过一遍了 结果你又搜索一遍 又去学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又学会了 又把这个东西解决了 然后再过两个月 你还是不会 是吧 这个就是案例式学习的一个缺点 那第三个范围狭小 是指说 案例式学习学到的东西 应用的范围特别狭窄 你学到的 仅仅是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 你知其然 但是不知其所以然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 但是如果具体情况有些不同的话 你可能就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 这三个问题就导致什么 让我们明白 案例式学习 它的弊端非常非常大 它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还让你有一种 很虚假的成就感 让你觉得很爽 让你觉得好像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让你认为你在飞速的进步 但其实它就是一种 有毒的快餐 本质上是没什么营养的 但是吃起来貌似挺美味的 那么如果长时间 你只依靠案例式进行知识的学习的话 你很难成为高手 你就逐渐的把自己学成了一种 貌似有点经验的平庸的人 这个是案例式学习的缺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冲刺式学习 什么叫冲刺式学习 我觉得这个最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都喜欢 比如说大学的时候 都喜欢平时不学习 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熬夜通宵一个月 然后最终拿一个高分 自己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 这种就叫冲刺式学习 面临一些重要的节点 比如期末考试 比如资格认证考试 比如说你要平直撑了 你在最后关头一段时间 花特别多时间 进行特别高密度的学习 但平时投入在学习上的时间 又很少 持续性很差的这种学习方式 叫冲刺式学习 假设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总量是一样的话 那么每天有规律 有节奏 持续性的学习呢 一般效果会比冲刺式学习 好得多 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后面的课程 我也会继续分析 这里呢 简单介绍一下 冲刺式学习的三个缺点 第一个跟上一个差不多 容易遗忘 短期内学到的东西啊 一般都只能停留在 我们的浅层记忆里面 冲刺期结束之后 比如考完试之后 可能一两个星期 你就彻底 基本上把你学的那个东西 全部给忘了 第二很难学透 你只能学会表层的东西 但是很难真正透彻的 去把一个东西给掌握 第三 效率低 表面看 冲刺式学习 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学习大量的东西 效率好像很高 但是如果你真正量化 这种学习效率的话 你会发现 冲刺式学习的效率 其实并不是最高的 可能是那种 有规律长期性的学习 掌握好的方法之后 反而是每一次状态都特别好 效率都特别高 那么这三种学习错误啊 也代表了最典型的 所有几乎所有人都会 经历过的学习错误 大家自己对比一下 是不是属于这三指之一 甚至这三指都有呢 那么既然意识到的错误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后面呢 针对这些错误的学习方法 我们可以取长补短 用更优化 更合理的学习方法去取代它们 从而让自己在学习力上 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了解 错误的一个核心目的 后面我们来学习第四个 叫学习力提升的框架体系 这也是这第一节课基础 知识部分的最后一部分 那么通过前三点的介绍呢 我们就了解了什么叫学习力 了解了提升学习力的重要性 以及大多数人在学习上 所犯过的错误 那么在这第四部分呢 我们快速的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具体应该 在哪些事情上去发力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力 那么整个课程 这个系列课的课程呢 会从三个方面去建立学习的框架 一生理方面 二心理方面 第三方法论方面 下面呢这三个方面呢 都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而让大家很清楚 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我们到底应该学习哪些东西 第一个生理方面 我们都知道 人的身体状况 精神状态 它是会对学习效果 学习效率带来很大影响的 所以生理一定也是跟学习力 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 那么在后面过程中呢 我们会从像锻炼啊 作息啊 或者叫规律训学习啊 这些方面来告诉大家 如何把自己的身体调节成 最有利于学习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呢 是这样子的 学习其实也是一个心理过程 同时通过研究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人心理上会有很多 不利于自己学习提高的负面的影响因素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 有利于自己学习的 这种正面影响的因素 我各举一个例子 比如负面因素 有一个叫道德许可 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什么叫道德许可呢 我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正在减肥 你很想减肥 然后你坚持运动了一个星期 然后在第七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哇 我坚持了六七天 第一 不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第二 我坚持运动 那么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 我很有成就感 今天我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自己 我去吃个蛋糕 我今天奖励自己放松一下 我就不去运动了呢 然后我再接着继续坚持 那么这种因为自己过去的付出 就容许自己在某一些时间点的放纵 的这种行为 就叫一种心理上的寻找舒适感的行为 这个就叫道德许可行为 那么道德许可行为 在学习上类似的 这种道德许可行为 也是有很多的 而他们都是不利于我们去进行高校学习的 那么在后面的过程中呢 我就会列出很多这样的道德许可行为 告诉你 不要这样子自己去安慰自己 自己去欺骗自己了 那么再来说一个正向激励吧 这个是正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去学习啊 可以建立一种叫奖励体系 我学一些东西就奖励自己一些东西 但是绝对不是奖励自己去放纵啊 奖励的也是正面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种奖励貌似很有功利性 但其实它又能够鼓励你更长时间的 把学习这件事坚持下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东西 那么心理层面 当然除了这两个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那么在后面课程中都会有提及 给大家去介绍 第三个方法论 比如说上面前面的内容 也给大家提到了典型的三种错误的学习方式 当然和它们形成对应的 肯定也会有正确的学习方式 那么后面的课程会把 我本人以及很多书籍介绍 发现最有效的最好的学习方法 介绍给大家 随便列举一些 比如说非常出名的刻意练习 到底什么是刻意练习 怎么去做刻意练习 怎么通过刻意练习 把自己变成很厉害的人 会单独有课程给大家讲 又比如说 我自己本人经常用的 但是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叫三步式的快速学习法 又比如说 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管理自己的知识体系 再比如说 我们如何快速的搜索学习资料 以及判断学习资料的质量 筛选出最高质量 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 这些都会有课程去讲 那么整个系列课呢 就会从在生理 心理以及方法论 三大块上 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各方面 大家应该怎么去做 才能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学习力 同时呢 我也很有信心的告诉你们每一个人 你只要每一节课都认真学习 你只要严格的 按照指导的方法去做 同时尽量避免错误的学习行为 那么把整个系列课学完 大家一定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自己的学习力 最终成为学习小达人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第一节课的所有内容了 谢谢大家